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且越来越猖狂 这次是害入WhatsApp系统 洋装亲友借钱炸裁 我呢就是那位倒霉蛋 被人盗用WhatsApp冒充身份向人借钱 结果其中一位家人入入全套 损失数千令吉 虽然已经报警处理 但能不能够揪出骇客 也只是个解不开的谜 数字通讯部长法米 做客新州日报和百格时就坦言 要追踪黑客并非一事 MCMC能帮助警局在研究 但如果我们能够出骇客人 这是一种事举办公司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 3R 除了几十个案件 被研究成为PDRM 与监装 MCMC 去研究和解釋 誰是背後的貼文 真的只有10% 被判斷 90%的平衡 通常會有困難 被判斷誰是 甚至是因為 被判斷所謂的 當時提到判斷 我們不接觸它 我們接觸它 我們接觸它從不同 我不能完全完全說 但我們能夠 認識到 某些行動的行動 很多行動的行動 但它們被判斷 如果行動的行動 如果行動的行動 它是屬於 NSRC 但是 但普通的 PDRM和 MCMC 通常會在一起 因為 MCMC提供的支持 在這個人手一級 大數據主導的環境下 法米就促民眾做好網路安全措施 像是開啟兩部驗證 每六個月更換密碼 不要跟他人分享密碼 在瀏覽網頁時 也需要了解隱私權和條款 唯有謹慎 才能夠提升信息安全 降低被盜的風險 另外 針對臉書詐騙廣告日益長絕 包括宣傳非法賭博網站 法米也對Meta 落下狠話 並要求對方 禁止讓王賭 再大馬投放廣告 除非有賭博網站 尤其是因為 我們的訪問尾最後 是三個月前 在法院 我叫做Meta 我向他們直接說 我拒絕了 現在 然後我會看到 在電話說 看看 有哪些公信 所以 如何可以Meta 讓賭博網站 然後要賭博網站 Więc啦, finish from it and and not doing anything so we've told them to put a stop to it today YB Niching we'll be meeting them to re emphasize and to put a stop to it once and for a while